如果兩岸終須一戰 觀眾朋友 你自己問自己 到底做好準備沒有 至少在我們這一代 我都覺得戰爭 離我們非常的遠 可是我們買了 這麼多武器 我們的國防預算 一直不斷的往上增加 這到底又是為了什麼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軍紀 我們的軍人們 到底做好準備了沒有 來看最近有一些事情 不得不說 讓人家覺得非常唏噓 也覺得非常的特別 或是非常的奇特 我們的這個軍紀 到底是不是有什麼的問題 要不要來整頓 這是一名少將 他涉貪 他居然把他拿到的 這些貪款 貪污來的款項 把他燒了 這樣的情節 我本來以為電影裡頭才有 或者是對岸 因為有時候看到對岸 有一些很奇怪的新聞 對岸才有 怎麼搞的 這一位軍備局的少將 他是工程處的處長 張大偉 他過去因為 他跟工程對象 包商去來所會 所會總共拿到了 2600萬 2800萬左右 結果被調查 調查的時候 他居然把錢拿去燒了 那在8月31號 他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現在是用500萬元來交保 我們來看看張大偉 他的過程 他這個當上少將的過程 在軍中的形容是 滿奇特的 有人說很奇葩 他在2016年12月 他跟其他的24個人 一起晉升少將 那個時候蔡英文總統 就是我們的總統了 然後他是親自來授接的 2017年蔡英文總統力推 新安專案 包括了在我們的公館 這個地方 有一些空軍基地的一些官設 或是一些宿舍 或是一些建築物 他們的新安專案 就是要把它做得很像銅牆鐵壁一樣 有飛彈來也摧毀不了他 所以要用比較高的預算 30億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是中華工程得標 可是沒有想到 這位張大偉少將 去跟中華工程 暗示他說 我可以幫你把這個單價提高 每一瓶的造價 本來可能8萬就做得到 我可以幫你提高到12萬 他去串通這些評審委員 或是暗示這些評審委員 用他的影響力 把每一瓶的單價給灌水提高 他在中間要拿好處 所以中華工程 其實本來他獅子大開口 要4500萬 結果後來據說 就是實收了2800萬 其中200萬是給中間人 一名王姓女友人 那另外2600萬 後來東窗事發 他說他自己工程 他到他岳父家在台中的頂樓 把2000萬像燒金子一樣把它燒光 然後把這個灰燼 衝進這個抽水馬桶裡面的化分池 花了48個小時 有這種事情嗎 我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壇 來看看過去 這個是蔡總統拔桌的人嗎 我可以說張大偉是蔡總統的人嗎 我們先問一下賓哥 不是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蠻離奇的 尤其是他把會員直接把它燒光 但是好像又是真的 為什麼 他的律師講說他已經有申請了 要保存證據 所以要把那個化分池保存住 現在都不能動 然後他又說那個灰燼 還會到他裡頭 你們要去查 這還找得到嗎 有可能可以找得到 有上次那個2014那個案 他燒了100萬美金 是 對... 在金爐裡面燒掉 那個金爐也變成證物 他現在會就是他那個灰燼他要去查 看是不是他到底真的燒了 如果是 但是問題是 你有燒的灰燼 並不代表你燒了這麼多 這是兩回事 那也許假設他2000萬 他實際上只燒了500萬 剩下1500萬 他是不是藏起來了 對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 你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障眼法 因為他這麼辛辛苦苦 你要知道像他們這種等級的 他等於是冒了他丟棺 甚至坐牢的危險 去弄了這麼多錢 他會真的捨得一次這麼輕易 把它全部燒掉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要再去細查 那當然他目前是認罪 而且他承諾要還2600萬 但是問題是那個可以拖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要重新再去仔細思考 中間有哪一些節點 還有他的其他共犯 但是問題是老實講 一個軍人他敢一個人 就收了2000多萬 你認為只有他一個人嗎 不可能 絕不可能 後面還有一種掛嗎 你光看那個所謂的超買案 你就知道了嘛 那一抓不是整個部隊 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彼此這樣 互相掩護 互相掩護 所以在軍隊裡頭 你要做什麼事情 別人不知道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有共犯 而且這一定是一整個體系 那你現在只抓一個人 他上面有沒有更大的人 在罩著他 我覺得這才去查清楚 不要每次都雷聲大雨點小 叫低階人來負責而已 所以你招大尾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營建案 我當立委當了10年 工程預算30億 30億 然後佣金只有2800萬 只有不到1% 怎麼可能 太少 而且裡面沒有基電工程嗎 還有金屬工程 那些利潤都非常高的 絕對不可能只有一巴士佣金 而且他只是工程業務處的處長 軍備局 軍備局裡面牛鬼神神多少 只有你一個人簽文 你的文不用上報 所以張大尾有沒有可能 就是吳宗憲 大家還記得私菸案嗎 2019年那個時候 蔡總統的專機出訪 到我們的邦交國 就一大堆的菸也一起回來了 這個案子沸沸揚揚 延燒了很久 當時的因為國安局局長 他下台了 邱國正那時候 臨時被調到國安局去救火 那蔡總統也是在那個時候認為 這個我們的邱部長 這個刑事作風非常的沉穩 所以現在把他拔著到 我們的國防部部長 那最後 最近的官司 大家也都看到判決的結果 最後就是前總統府的侍衛官 他應該是最小咖的 小兵 吳宗憲 他被判 被判什麼 北院重判他 十年四個月徒刑 小軍官成為扛季旗的戴罪高揚 我以前是這個不太一樣 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分錢的 那個只是代買 我跟你講你剛剛不是說 本來一瓶八萬提高到12萬 這提高了三分之一 我是假設 因為他後來是12萬 本來是多少 本來不知道多少 對 我跟你講絕對不可能 只有一%是佣金 他千文不可能自己斷 他一定要往上沉 他一定要有人幫他做雜事 那些人還要報上來 共犯 我跟你講這個一抓 如果真的要抓 一定是一群人 對 你覺得他們會真的要抓嗎 我不知道 因為最近軍紀案實在太多了 對 多到令人不可思議 還有一些什麼男女關係 混亂的事情 太多了 多如牛毛 衛翰 軍紀案這麼多 剛剛前段我們在講說 兩岸如果打仗怎麼辦 他完全是衝突的 都已經這樣子了 你期待打仗的時候他能夠 你就看到這次像是塔利班 阿富汗的軍隊來了就投降了 那還要打什麼 所以這個是不敢想像 剛剛的幾個簡單的點 跟大家報告 其實司法檢內我們沒有那麼懂 他竟然收了2800 又把200萬給中間人 所以他要2600 他說他燒了2000 你只有500萬交保 他一開始還說他湊不出來 可是湊著湊著就湊出來了 所以你應該要試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燒了2000萬 你給他直接用那個金額 去讓他交保 是不是就知道他錢 可不可以拿得出來 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的 剛剛亮哥已經講了 像這種東西停了走險 敢去收這個匯款的 怎麼可能收1%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軍中的 剛剛錢子舉的例子 雖然跟這個不一樣 可是感覺就是 他後面有一大批的那個撕煙 他是不是行軍有年 是不是一個所謂共犯結構 最後都是由某個人 他已經曝光了 就由他來扛就好了 看起來好像這些人也都會扛 反正我不要把後面的 那一整%供出來 他們就會挺住我 給我安家費就好了 既然軍紀是這樣 那有怎麼期待能夠打仗 而且還能打勝仗 不是 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們知道他能扛 勿忘引清風 你要知道軍隊頭 這種東西是很黑的 大家一個串一個 因為你萬一被抓 你又不肯守口如瓶的話 那意思是死一票 還就會一路燒到上面去 這還得了 所以這個人非要扛下來不可 而且到最後雷聲大雨點小 我們台灣其實很輕鬆 就算判個10年 8年 到時候做個4 5年出來 對很多人來講 由於他們做軍人的 老實講 我如果蹲個4 5年 可以賺個幾千萬 其實對有些人來講 這拚得過 為什麼不做 總比像引清風 人家被人家幹掉好了 所以這裡頭真的很黑 那可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現在如果我們是很危險的話 我們的軍紀是這樣子 那我們老百姓能夠心安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